嗯 我们最近呢 就是有所谓就是旧宝石灌上新名的 比如说 大家最近在台湾的市场上面 有出现很多比如像是 独龙玉啊或是非洲翠 那其实就是东陵食玉 那或者是沙金食玉 其实它都是食英食玉 它其实外形 有一点点像我们 就是可能有点油青种啊 像冰种飘花啊 或者是说白底青的这个部分啊 OK 对那外形其实是有点点像翡翠 如果有一点点保湿学基础 其实是还蛮容易可以看得到的 那当然在我们的 卷梅的保湿学里面呢 它有一个 在Page Jet 3中 它其实有香饰品的 七项的这个表格 在初级Foundation的翡翠 应域这个章节里面就有介绍 那我们很清楚从化学成分里面 它就不一样的 翡翠的话是那里细酸盐 好食英质域呢 它其实是主要 它的这个成分 它是以食英为主 好那它是显经值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RI的部分的话 它是1.66 1.55 那比重的部分3.33 然后呢 它是2.65到2.80 其实学过的人 它其实像尤其像我们 卷梅保持学 就所谓FJ身份 它其实在电众上面 就很容易可以看分得出 它是跟翡翠是不一样的 很容易分得出来 OK 因为它其实偏轻的 我们通常在3.3 3.5以内的话 在电众的时候 那个感觉都是偏轻的 OK CCF也是好 那CCF因为它就是有这个 菌云母 那所以它在绿色这个部分 它其实会呈现这个红色 好 这个待会我们也会 给大家看一下 10倍的话 如果是北翠的话 其实是糖状到 轻微的一些 轻微的结构 然后呢 如果是 这个食英质域的话 它总体 它是呈现这个 立状的这个结构 好 我们刚才有讲过 因为最主要是 它的矿物成分是 二氧化系为主 它这个食英占的 这个90%以上 好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近呢 很多的这个样品 好 就是不管是毒楼玉啊 或者是 这个非洲翠呢 它的主要矿物 就是食英 食药矿物 菌云母在这边 好 可以看到这些 绿色菌云母 或这些 有一些很清楚的 这个反光的部分 然后呢 当然有商家 就直接是称东灵石 好 就是 那个 它会呈现这个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面 考试的时候 学生也都会知道 也会考的 所谓的杀精效应 好 这个食英盐玉 曾经也有用过 国家名称叫做 这个印度玉啊 就是说 这个是 你说东灵石 它绝对是没有问题 那外形跟翡翠 其外观的相像度 刚刚透过了 保时学的基础的 物理性质的 就可以区分出来 它的价格 还是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为装饰品 其实也是 蛮物美价廉的 那这边有提到 我们刚才有提到 一个杀精效应的话 它最主要就是说 它是这个云木片 对这个露色光的 这个定向的 这个镜面反射 那它有点像是 我们讲的 这个翡翠的翠性啊 OK 好 那可是因为 这个食英植玉 这个 独龙玉啊 或是这个 非洲翠啊 或是这个东灵石啊 它的这个力状的结构 其实非常明显 好 那 很清楚的 不知道看不 透过镜头 看不看得到 这个绿色 这个小片状 这个特点 都它其实都是 跟翡翠不一样的 很轻易的 可以分得出来 在鉴定的部分 当然它因为 颗粒状 它比较粗 所以其实像 独龙玉 或是像说 叫做非洲翠 它其实都不需要 再做酸洗 也不需要 再做冲田 它就可以轻易的染色 好 可以你透过一个 放大 或是肉眼 其实都很容易 可以看得出来 那当然 透过红外 也可以很明显的 可以看得出来是 就是我们讲这个 所谓的这个 麦当劳的 这个符号的 这个象征 好 就是它是 很清楚 就是它是 食音质玉 这个的 红外的图谱 好 透过显微放大 也很清楚 可以看到 待会呢 我们可以 后置的拍 给大家看一下下 这就是我们 这一集介绍的 毒龙玉 或是非洲翠 或是所谓的 印度玉 这些名称 那实际上 它就是食音质玉 好 杀金效应 在光的照射下 同样会有 闪闪发光的现象 而这种发光效应 主要是由于 宝石内部的一些 片状包裹体引起的 它们具有较强的反射率 能够对光起到 很好的反射作用 就像杀金一样 闪闪发光 这种现象 称之为杀金效应 引起杀金效应的 片状包裹体 主要为云木 赤铁矿 金属铜片等 通常情况下 这些片状包裹体 是肉眼可见的 具有杀金效应的 天然宝石相对较少 主要包括日光石 景青石 草莓金 方柱石等 有些天然玉石 也是具有杀金效应的 主要为一些 食音质玉石 例如东陵石 南红玛瑙 广西鸡穴玉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愿者 请订阅